我們只能祝福他 對不對 只能祝福他 為他祈禱 為他祈禱 希望耶穌基督降臨 保佑尹錫悅跟南韓的科技產業 這個 第一個南韓有不得不做的一個選擇 比如說在三星現在到大陸去蓋工廠 以及那種開高端的那個 那個晶片製造 製造廠已經不太可能了 他現在連DUV都買不到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投資 那美國政府就說你來我給你獎金 那他也知道去美國開這個東西 會不會有具體的效果 不知道 第一個成本高 設廠成本高 營運成本高 然後訂單的風險少了中國大陸的訂單 也不曉得好不好 中國大陸占全世界的半導體的購買金額 大概佔了將近25到30 這是很大一個市場 比美國還大 那怎麼辦 就是他也處境艱難 他因為隱形業是百分之百親美的 他也不敢跟美國叫板 不過他比我們蔡英文還要強多了 我們蔡英文是連坑都不敢坑 吃萊豬也吃了 然後被騙進一個什麼台大補習班的 錄取通知什麼21世紀倡議他也存下去了 什麼事都幹了 丟臉丟到全世界了 那還洋洋德玉輝的騙老百姓沒辦法 不過南韓最近有一個科技話題 就是南韓團隊說發現了這一個超導體 常溫常壓超導體 就讓相關的肋骨又漲翻了 這個事情有未來性嗎 沒有 又是騙人的 不是騙人的 從實驗室到工程到商用距離是很遠的 他目前是說他在實驗室 發現某一種金屬合金的組合 是可以在常溫的時候 就達到了超導體的一個效果 超導體就等於是沒有電阻了 一個等於是如果沒有電阻的話 那無疑的就會變成一個 很大的工業革命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輸配電 都有很高的電池 而且浪費很多電 我們大概發能源裡面 用在發電商 有將近三層都在輸配電過程裡面 浪費掉 三層跑不掉 台灣搞不好更高 台灣的電路 比較老舊 不能隨便罵政府 所以這個 常溫常壓如果可以做超導體的話 會帶來工業化的新一波的革命 但南韓團隊我之所以對他沒有信用 他老是生物上有突破 後來隔一段時間說 發現是假的 造假 然後發現常溫常壓 因為他這個研究結果 不像中國大陸前一段時間 也發現了一個比較高溫的半導體 但是也沒有像以前那麼高 超導體 這個大陸上發的超導體 是經過很多國家的 同樣這個 論文檢查 而且重複做得出來 因為科學跟醫學有個很大的特點 他們的論文有個大特點 就是說 哎呀今天平秀 你發現了一個什麼新東西 我來檢視一下理論可不可行 可行我來試試看 如果從樣都做得出來 就表示證明你是對的 這還沒有第二個做出來 只是第一次發現了 要有第二次第三次 都一樣的狀況發現了才行 才行 對 不然那個是外星人 只出現一次雙人沒找到過 天降神兵突然就成功了 對所以這個 那炒作股票 是炒作而已 炒作題材而已 沒那麼快就進入 人類進入下一個世代 因為他這個是自己宣布的論文 他並不是經過像 像大陸上那個所謂的 中高溫這個超導體的論文 是登在美國的Nature 那你會講說登在美國的Nature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沒有這個 Nature這個雜誌沒有政治上的考慮 而且它的編輯群是 遍佈全世界的 他今天這邊論文可能會丟給日本的學者去review 會比德國學者 他就看這個行業裡面頂專專家是誰要丟給他 他不是看國企的 所以Nature雜誌有高度的貢獻力上來的 那有些人甚至於說還會交代他的實驗室說 那你也做做看會不會做得出來 哪一種組合的合金可以達到這種 長溫長壓或者中高溫的這種超導體 那這個就是要考驗的 那目前為止並沒有人說做出一樣的確認說 他真的能夠做出來 好另外我們看到就是台積電 講說半導體在美國投資 現在已經開始出現陸陸續續的問題 現在連建廠都被當地的工會抗議 說你想要引進低薪外勞來蓋房子 把我們台灣的工程師稱作低薪外勞 我聽的實在是很生氣 不是 應該是只建廠的工人吧 都有吧 因為你當地找不到工人 找不到合格的 半導體蓋裡面無層次 設備不太一樣 不是那個像美國人蓋房子 兩塊木板貼上去 龍捷放來掃掉了 跟保險公司申請再重新蓋 不是這樣的遊戲 它裡面裝了很多機器 只要廠有問題 那機器就泡湯來 機器精密度很高嘛 一點灰塵都不可以有啊 連在裡面打噴嚏都不行的啊 所以把這些台灣過去人 現在很麻煩在這裡 就是台積電請的工人或者工程師 在台灣的薪水只有美國的一半 他已經加了一倍了 可是當地的是台灣的三倍 那差這麼30% 他說你低薪外勞 美國人公開修辱台灣人 亞歷斯桑那工會 你他們加薪啊 我當然同意啊 那台積電講說 那我公司 嗯 董事就否決你在那邊設廠啦 對不對 美國麻煩就是說 有些工會都是有政治性的 他們基本上不一定會考慮到實際上的狀況的 然後就會跟你無理投給亂搞 所以美國曾經好幾個州 宣布說我解除我的所有的工會 州議會通過法律禁止所有工會 他們的自稱叫non-union state 我是沒有工會的州 請大家來投資 你說美國工會多難搞啦 不過要美國要成為一個 non-union state 這個 這個都農業州比較多 工人比較少的地方 不是 工業的工業 因為他們規定工會就一定要工廠 跟工廠才能夠組成的 農場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non-union state 有好幾個州是non-union state 那很可惜 亞歷斯桑那不是non-union state 所以台積電辛苦啦 只要你們聽 只要你們選出蔡英文 出來當總統 乖乖聽美國的話